藥師 請問一下 我有個朋友四天前 他感冒發燒 所以他就跑進來 因為感冒發燒 要不要去找醫生吃藥 藥對不對 所以他就趕快去吃藥了對不對 好 那吃了藥之後呢 他說 四天前感冒發燒 結果呢 然後再來呢 兩天後 必經 就是本來有 月經怎樣 月經來 來沒多久 馬上就怎樣了 直接停止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浪漫 怎麼會這樣子 吃了藥怎麼會必經呢 好再來 那個 過了隔天的時候 他就請他的朋友幫他怎樣 按摩 然後他就是 痠痛一下 按一下就好了 好了之後過沒多久又怎樣 又一段時間之後又開始又怎樣了 又痠痛又出來了 他就覺得說 那醫老師 那這怎麼辦啊 怎麼他這個痠痛怎麼 按了又 按了好一下 又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幾個小時啊 半天之後又怎樣 他又痠痛了 怎麼會這樣 那為什麼呢 這個大家一定要把它釐清楚啊 因為 他在四天前的感冒發燒 是不是真的感冒發燒 不是 這個大家都很難很難弄清楚的 就是當我們女生 那MES來的時候 月經來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身體的體力 氣力 氣血流動是變快還是變慢 覺得變慢的舉手 覺得變快的舉手 好 你看喔 MES來的時候呢 我們一個月是不是把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卵子是慢慢一個月成熟了 那成熟之後要不要排出來 那排出來的時候呢 要不要有力量 那我的氣血是要上升還是要下降 那你上升的時候 平常我們的血液循環沒有那麼快對不對 那我MES來的時候是不是氣血就怎樣了 上升了 變快了 變快有沒有像開始爬山了 去爬山的時候會不會開始有痠有痛的 你如果有堵住的地方 哪個地方不順暢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筋痛的問題 就像MES來的時候 他本來氣血是平穩平穩的狀態 然後就是在MES來的時候就好像去做運動一樣 結果呢 他在剛好在做運動的時候 血液循環變快了 所以他哪個地方有問題堵住了 他去處理那裡的時候呢 他就痛哪裡 所以有些人MES來的時候是肚子痛 有些人腰痠 有些人怎樣 頭痛 各種症狀都有 有些人還會怎樣 腹瀉 腹瀉 拉肚子 全部都是什麼 氣血在幹嘛 氣血變快了啦 好 那這時候呢 他在四天前以為他是感冒發燒 其實是什麼 MES來了 氣血怎樣 增強 然後再來呢 有沒有人他BIS來的時候 他會感覺身體熱熱發燒的感覺 有沒有 有對不對 那就表示他要處理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他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有一點發燒的方式 那整個發燒之後 整個整體性的血液循環會不會變更快 就會變更快了對不對 好 那再請問 感冒的時候 有些人會喉嚨痛 有些人會肚子痛 有些人他就怎樣 發燒 那為什麼他發燒了 發燒就表示我瞬間要處理的東西 要不要比比較多一點 就是要比較多 那為什麼他會發燒 如果我只是喉嚨這個地方 本來比較緊繃的話 那我氣血上升 衝的時候是不是只卡在喉嚨 那這裡過了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痛止痛一個地方 或者痛頭啊痛腰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發燒 表示他一定有比較全身性的問題 需要快一點處理了 那這時候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病毒的問題 因為病毒他會不會分泌一些東西出來 那分泌之後這些東西呢 會在哪裡 會不會在血液裡面 因為他的分子會不會很小 他分子很小 就好像我們的營養素一樣 小小的 所以他就進到哪裡了 進到血液了 那進到血液的時候 會不會全身流動 全身流動 血液有很多這種小碎屑 需要處理的話 發燒有沒有最快 這樣理解了 所以呢 那一個師姐 他就在四天前 他以為有感冒發燒的症狀 其實不是 他是 MES來了 氣力上升了 好再來 他就趕快去吃藥 那要吃了之後呢 能量是上升還是下降 覺得是上升的舉手 吃了藥之後 覺得能量會更多的請舉手 覺得能量會下降的請舉手 好來 結果一吃能量下降之後呢 他還有沒有體力 沒力了 所以發燒就怎樣 好啦 再來 身體就 好啦 所以就 畢竟呢 MES也怎樣 也好啦 不來啦 不來之後呢 這時候他要吃了之後 哇 畢竟有沒有 會不會嚇到 嚇到對不對 但是要敢不敢不吃 不敢對不對 那我們的藥是多久吃一次 是不是 早中完 四小時 四小時吃一次 所以我早上呢 吃了藥之後呢 哇 結果 MES不來了 那再來呢 我在 過了四個小時之後 我的體力有沒有稍微上升 有沒有 藥效沒有那麼長嘛 對不對 藥效會慢慢減緩對不對 那藥效減緩之後 他壓抑的能力有沒有減緩 減緩了之後呢 氣血會不會又開始跑了 又開始跑 會不會開始怎樣 我哪裡 酸酸的 開始痛痛的 會對不對 會的時候趕快再吃什麼 藥又吃下去了 所以又怎樣了 能量又不見了 所以有沒有痠痛 沒有 沒有的時候呢 又休息幾個小時 到晚上的時候又怎樣了 又開始痠又開始痛了 因為體力又怎樣了 又上升了 好 所以呢 你這樣吃吃吃吃吃好 那你吃了一天要 吃了兩天要 吃了三天要 我們的身體的體力有沒有那麼多 你要上來 就趕快怎樣 把你卸一下 再上來 再卸一下 卸一天 卸兩天 卸三天 卸四天 到第五天六天七天之後就謝謝啦 他不用來了 為什麼 身體還有 還有沒有那麼多體力能量 要來處理了 不要了 我已經不想處理了 因為我要處理的時候就怎樣 你就把它 卸掉了 所以後來就怎樣 沒事了 感冒好了沒 感冒就好了 這樣懂了嗎 所以呢 我剛開始感冒不舒服的時候 或我剛開始覺得我身體痠痛不舒服的時候呢 那我不舒服痠痛不舒服會不會去找醫生 那去找了第一個醫生的時候呢 找完之後回來 嗯 還是會痠痛 為什麼 因為體力還有沒有 還有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醫生好不好 功夫不好 所以他要去找第二個醫生 過了兩天 喔這吃他的藥我還是不舒服嘛 那過了兩三天又去找什麼 找第二個醫生 然後再吃藥 喔 真是的還是怎樣 還是會痠痛還是會不舒服 有沒有覺得這個醫生也是很差 蛤不行啦 然後呢 第七天的時候就跑去找最後那個醫生 去找他的時候 你的體力有沒有比較不行了 啊這時候還有沒有症狀 沒有 所以一吃的時候馬上就怎樣了 哇好了 所以他就說這個醫生怎樣 民醫 太厲害了 所以以後呢就要介紹人家去怎樣 看醫生要找這一位 不是 是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的身體在處理的時候呢 七天常常是一個週期 所以我們不舒服的時候感冒吃藥的話 不吃藥幾天好 還正常的話 是不是也是七天左右會不會好 會對不對 啊不吃藥咧 吃藥也七天左右 啊不吃藥咧 啊那個不舒服是怎麼來的 是我的身體想處理它才有症狀 啊我不處理它咧 就沒症狀嘛 啊我們誤會了啊 所以我們一不舒服的時候就趕快怎樣 哇要趕快吃要趕快打針看醫生了 不是 我們要先了解我們生理的什麼 病座到底是什麼 我們才不會亂來啊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越怕死的人有沒有 通常他要走的時候都是好看的還是難看的 你覺得你印象中你們的周遭親友 那很怕死的人 他要死的時候都是死的怎樣 是比較難過的還是很淡然 處之很自在的 死的難過 好像怕死的人都不得什麼 好死 喔不是啦 不是說他不得好死啦 是因為啊喔 好死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果報 啊但是因為我們很害怕很害怕 我們就得不到好死的果報 好死的果報說得不到就叫做不得嘛 所以就不得好死的果報 所以不得好死 這樣了解啦齁 所以呢你真正要不怕死的話 的前提是什麼 不要怕症狀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很怕症狀 那所以我們的公益推廣 為什麼我們叫做公益推廣 因為所有的人都怕什麼 死 就怕症狀不是怕死 死是你有練沒練都怕死啊 我們第一個我們所有的人有沒有都怕症狀 那我們的目標公益推廣的目標 就是讓大家從怕症狀慢慢變成什麼 不怕症狀 那